各位东奥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咱们习题班 那么在第十一章的内容当中 老师会从单选多选检查综合 给大家来梳理本章可能考到的考点 以及提醒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在生产与存货循环当中 他可能会考到期末存货的 计价,也就是金额怎么算 那么这个问题和成本会计有关 还有会考到期末的存货 在哪里,在不存在的问题 还有值,值不值这个金额 这就是说除了成本以外 在不在呢 他的存货叠加准备少提了吗 所以围绕存货的 不是存货啊 不是存货 对吧 是存货 对,存货 所以我们这个图呢 在基者文安老师多次给大家讲过 那么我们存货的审计 包括他的计价 大家注意,包括原材料领用 然后呢 完工产品成本截转 然后呢 销售的产品成本的截转 我们说 如果这个本期投入的原材料叫X1 剩下来的呢 叫X2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了 如果本期完工的是Y1 剩下来的每一完工的 叫再产品成本是Y2 如果本期已销售的产品的成本叫Z1 那么本期末没有销售的呢 存货成本 产品存货呢 叫Z2 那么这个内容呢 如果没有基础的同学 你要回到基础版 补下课 好 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画面的打基础的基础之上 我们来看单选题多选题 简答题和综合题 你看到的单选题的第一题 存货审计 我们在讲题的时候 有一点想提醒大家 说这两个字 或者加一个字 学语文 不是真的学语文 而是要理解 这个题目的体干在说什么 存货审计 它就包括存货取得的成本 包括 这个存货 取得的成本 或者叫做计算的成本 这个叫存货成本 还包括什么呢 期末存货叠加准备 计题 当然包括呢 存货的 键盘 所以存货审计 这四个字 和存货 键盘 这是两个概念 存货键盘 属于存货审计的一个程序 所以第一个题目 它就不同反响 它的范围就很广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图 有算成本的 X1就是原材料成本 Y1呢 就是完工成品的成本 Z1呢 就是以销售产品的成本 剩下来的呢 就是存货 对 所以大家看 这个题目一来就不同反响 那么ABCD 比如说选项A 我们来看 存货计价审计 这是咱们教材 11章第5节最后一个考点 存货的计价 那有你怎么算这个成本 还怎么算 存货期末的计价 也就是存货计价准备 那么我对计价的审计呢 我们说 我们审计的样本 它提到审计的样本 就是说你要选哪些项目来审计呢 我们是说金额大的 风险高的 我们说高 高 实在是高 大家注意啊 高高高 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的 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 应该一直都是我们审计的 不可秒杀的 那么我的样本应该选择什么呢 余额较大 因为存货嘛 就是剩下来的叫存货 X2 Y2 Z2叫存货 注意啊 存货不是存货啊 不存 剩下来的叫存货 那么剩下来的 我们选余额较大 价格波动较频繁是指风险高的意思 言外之意 高风险高金额高判断呢 我不可能不省计 所以我的样本应选择这个没问题 好 这是一句话说完了 第二 存货 除了机架 还有键盘 针对的是存货的什么认定呢 请注意 存在认定 这个选项B呢 主要是证明存在 而不是存在和完整性 大家注意 这个是革命的基本问题 要搞清楚了 选项C 对难以盘点的 注意了 左手盘点 右手键盘 左手难以盘点 可以针对特殊类型存货的键盘程序 为什么难以盘点呢 它是一堆一堆的 一桶一桶的 这个存货来就叫特殊存货 这种特性类型的存货来 我要实施键盘 可针对 可采取针对性的 这是教材的原文 当然是对的 好 好 选项第一呢 就谈到了存货的所有权 存货的所有权 所有权不属于 被子女单位的存货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样的 有存货呢 那真是存货了 所有权怎么不属于 被子女单位 这个东西怎么在 被子女单位呢 我们说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在销售 这个销售的行为已经发生了 风险已经转移了 但是客户的东西还没拿走 或者是我们 第三方围的我们销售 所以存货的这个所有权 有可能不属于被子女单位 那么我们 注册块题是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注意这句话 也是可以靠简答的 属不属于我们 我要取得资料 证明不属于我们 如果不属于我们呢 我们在键盘的时候 大家就注意 也就是被子女单位 它在存货的管理当中 注意单独存放 标明 潜未被纳入 所以这个 这句话也是要背的 简答题是要考的 所以第一个题 我们说选项A A 谁敌都是LICE 选项B不对 选项B不对 已经说清楚了 主要是证明存在任地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它就不是第一个题目的 存货审计 它叫存货尖盘 存货尖盘 是我们教材十一章第五节 非考不可的一个程序 那么它有很多细节的内容 那像这样的问题 你看存货尖盘 ABCD你都不知道它是说什么 它很发散 它很发散 它的问题 所以ABCD我们都要看 请看选项A 如果某类存货 以做质押 那么就不再被审计单位来 它已经被质押了 我可以采用什么程序呢 程序呢 就相当于这个存货 放在第三方 有第三方拥有过控制了 如果是质押 为什么存货会要质押呢 注意哦 存货我再提醒一下 它并不存 它为什么质押呀 因为你抵押 你担保 存货已经作为了质押品 那你有去 给债权人有关 寒证它 这个寒证可以 我应当像 被质押了嘛 不再被审计单位嘛 我就要从第三方得到证据 所以选项A是对的 选项B 如果存在受托 代加工的原材料 就是人家把原材料给我们 我们加工 我们要检查这部分存货 它就所有权不属于我们 要单独存放 这也是跟刚才的第一题 选项D 我说这个选项D 它要考的 它要考简单的 这个选项D 是要考的 注意 好 选项D搞清楚了 选项B是就搞懂了 选项C 某类存货 代替三方 无法间盘 注决快递 注决快递是应当向保管的 寒证 这个 一和 一和 三 是一致的 选项D 被审计单位的人 相关人员完成了 盘点 盘点是着手 我的审计的客户 注决快递是应当前往 错了 我们在它盘点前 就要取得它的盘点的计划 了解它盘点的政策 然后要到现场 不是等它完成了 所以这个错了 好 要在应当在盘点现场 尖盘 而不是它先尖盘了 相当于你把先把作业做完了 交给老师 老师来改作业 不是的 不能在盘点后到现场 而是在它盘点前 跟它同步到现场 好 重货间盘当中 有二加二的程序 其中最后一个程序 其实有四个一般程序 第四个就是抽盘 抽盘 大家注意 是左手已经盘点 它的盘点呢 有盘点记录 但是重货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存货并不是蠢货 对不对 看得见摸得着的 它有食物 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执行抽盘就是双向 从左手 盘点记录永远是左手的 从盘点记录追到食物 食物追到盘点记录 做双向的抽查 盘点记录 是它盘点的一个结果 我担心这个盘点记录 没有反映盘点的 被盘点的事项 所以我要做一个双向的抽查 这个工作就是抽盘 好 那么抽盘这个考点呢 是在单选多选 简答都可能会考的 几乎是非考不考的 那么围绕抽盘呢 这个题目的体干 说了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ABCD我都要判断 比如说选项A 执行抽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就是看这个盘点记录 有没有多记 有没有少记 多记叫准确 少记叫完整 所以选项A LICE 原文 教材的原文 对的 执行抽盘时 管理层 我要获取 管理层完成盘点记录的复印节 以确定期末的成果的记录 是不是准确的反映 实际的盘点结果 我要获取 这个复印节 有的同学说 从我盘点记录 你怎么不得到原件呢 这个不是原件 因为原件呢 原件是被神级单位拥有的 盘点记录是着手的 从我监盘的底稿是找到的 所以我只能得到复印节 主要是看这个A和B啊 B啊 就是说期末的记录 是不是反映了盘点 它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左手 左手呢 审计前的 叫期末存货的记录 你看啊 审计前的 左手盘点的记录 大家注意 左手 它盘点 有个盘点记录 但是它盘点之前 它有个账面 这个省计前 这个就是账面 这个就是实物 它自己有一个账和实物 它期末的存货的记录 还有它自己也有盘点 盘定期盘点 存货是它本身的一个 会计的方法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干什么呢 还有存货 还有实物嘛 这个盘点记录 反映了实物吗 我进抽盘 反映了 那么和它的 这个盘点记录 和账面是不是一致呢 因为账面 贝子里单位肯定有的 我就是要印证这个账面 我通过什么来印证呢 盘点记录 所以它有盘点记录 我做双向抽查 确保盘点记录正确 拿着正确的盘点记录 来看它的账面 如果账面跟盘点记录不一致 我们就是说 它这个账面就有错吧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盘点记录 是不是反映了 实际盘点结果 注意实际盘点结果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这里又是学语文呢 实际盘点结果怎么知道的 老师跟你讲 盘点记录 盘点记录表 汇总表 然后我们拿着盘点记录表 去对食物进行抽查 双向抽查 我来确保这个盘点记录是OK的 我不OK 我要把这个盘点记录 要经过追加程序 比如说你盘点记录没有反映实物 我对你这个存活的盘点 我觉得你数量有5B 那我要它重新去盘点 或者是说 某一类存活重新盘点 或者某一个盘点小组 来重新盘点 我们要得到 你的盘点记录 要反映实物 假定做反映的实物 这就是实际的盘点结果 它要对应它的账面的 账面的跟实际的盘点结果 我认可的 这个实际的盘点结果是OK的 一致 那么就OK 不一致 你这就是多记了 或者是少记了 对 所以我存活键盘在干什么 我要理解 好 A和B C呢 为了提高抽盘的效率 为什么说抽盘 抽盘不是百分之百的 一般不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他说 我尽可能让被指定单位了解 这个刚好是错的 我尽可能不让他了解 好 如果发现抽盘有差异呢 第一个问题是 要考虑 你抽了多大 有差异 原因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扩大 所以除了C以外的 A比D都是对的 但是大家注意 像这样的题目 我说C是错的 有的同学说A也错 B也错 D也错 那就完了 它是单选题 你做成了多选题 你觉得A比C D都错了 你说A也错 B也错 C也错 D也错 那这个考试 你没办法考了 对 好 所以还是有难度的 要训练嘛 好 第四个题 存活键盘 错误的是 你不知道哪个是错误 所以你要A比C 都要看 比如说选项A 我执行策盘发现了有样本的存在差异 小一 大家注意 只要发现了差异 就是要找原因 第一步 有差异 假定说 一是差异 二是原因 三是不是要扩大 四是不是要更正 它有这么一个逻辑的 如果策盘发现有差异 我就分析原因 分析原因 我还要进行扩大 我还要 如果是错报 我就要更正 甚至在扩大的时候 我们还要它重新盘裂 我重新键盘 好 那么这个选项A肯定是错的 只要这个差异 小于明显为小 我就可以不停 提醒它调整 只要有差异 就要分析原因 只要有差异 就要分析原因 差异的背后 就是相当于 你作为一个条件反射 有差异 就要分析原因 分析原因了以后 就是要扩大 甚至要重新盘点 如果有错报的话 你就要更正这个错报 一 大家注意 你答题的时候抓关键词 因为也要考简答 一差异 二差异 三 要不要扩大 四 甚至要重新盘点 五 更正错报 好 那么这个A肯定是错的 肯定是错的 如果是A错的 BCD都可以不看 BCD不看 这是在考场上 你非常有信心 A肯定错 只要发现有差异 不管它多小 我都要去查原因 只要抽盘发现有差异 不管金额多大 那么我就要查原因 然后呢 我看看 要不要扩大 甚至呢 我还要它重新 好 第五题 不可预见 各位同学 这里每一个题目 也可以在简单里靠 不考单学 不考多学 每一句话是可以在简单里靠的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每一句话背后 是有知识点的 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 导致我无法前往 去不了现场 那怎么办 好像是做替代程序 另择日期 这个答案已经固定了 如果是不可预见的情况 导致我无法前往现场 那么唯一的就是选项C 那么这个A A比D 不看 考试的时候 没时间看 因为你知道答案 就只有一句话 另择日期 并对间隔期内 发生的交易 实施程序 各位同学 不可预见 无法前往 不能做替代程序 只能改日再去 所以这样的问题 无论是考简答 还是考单选多选 要非常快的 准的知道 好 也就是说 这个A A比D 考试的时候不用看 因为你知道结论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多项选择题 在存货盘点现场 左手 到了现场盘点 实施肩盘 是指右手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咬文脚子 我在盘点现场 现场去 他在盘点 在哪里盘点 我的项目团队 要到盘点现场 我们右手做的是什么 右手做的是肩盘 左手呢 是盘点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还是有画面的事情 在盘点现场 实施肩盘 注意啊 左手盘点 右手肩盘 到到现场 观察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的盘点呢 是要有记录的 然后拿着盘点记录 要对应实物 进行抽查的 如果抽查有发生差异 是要查原因的 如果这个差异 我们要分析 要不要扩大 言外之意 还有没有 这个盘点的 我不相信了 要退导重来 重新盘点 我重新肩盘 如果确实有错吧 就更正 好 所以大家注意 那我要做的程序 有哪些呢 这是准则的原文 这是准则的原文 是2加2 好 2加2 大家注意 有四个一般程序 2加2 前面的两个呢 一是什么 评价他的盘点 政策和指令 二是什么 观察他是不是 按照那个盘点 政策和指令去做的 三是什么 检查存货的 残次冷背状况 毁损 四是什么 拿走左手的盘点记录 对食物进行双向的抽盘 所以一是什么 指令 二是什么 观察 三是检查 四是执行抽盘 这是准则的原文 ABCD都是对的 一评价 二观察 三检查 四抽盘 无论考单选 多选 这个知识点 就是讲到了 我们存货 键盘的一般程序 好 多选题 第二题 注意 这也是可以考 简答题的 知识点 背诊底单位 他盘点 他在盘的线 我使是键盘 但是背诊底单位的 存货呢 存放 是在不同的地点 或者叫多个地点 背诊底单位 存货 存放在多个地点 很正常 很正常的 比如说格力电器 比如说小米科技 我们说 或者是说 我们说海尔集团 那么他的存货 存放在多个地点 很正常 那面对这种情况 我要做什么程序呢 所以只要是说 存货存放在多个地点 就有一个 存货存放地点的清单 那么大家注意 存货存放地点的清单 我要 我要去获取 我右手从左手获取 然后呢 第一步 我要获取这个清单 第二步 我要评价 它是不是完整 第三步呢 如果是完整 我从这个完整当中 考虑到高高高 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 我选一部分 来执行抽牌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 那你拿到了清单 你要确认它 是否完整 你就要做什么程序呢 三加二的程序 三 前面是 从内部来看 检查 询问 检查 这个二呢 就从比较清单 还有呢 这个二呢 还有一个是 检查它的 这个检查它的费用 它的存货 存放在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 这个是租赁的 租赁是有合同的 是要付租赁费的 还有检查被指定单位 它有固定资产 或者叫房屋建筑物 那么它 这个房屋建筑物 在哪里 用于什么用途 我来了解 好 第三题 每一个题的背后 是有考点的 多选题 存货 盘点范围 盘点是左手的 那么存货 它 被指定单位存货盘点 我右手是存货键盘 那么盘点的范围 就以所有权来说的 比如说选项A 所有权不属于 被指定单位的 那么你就不应该 落入盘点 那你怎么办呢 这句话反复在说 要考的 这句话 选项A是要背的 我要取得其规格 数量 然后确定是不是 单独存放 标明 未被纳入盘点 所以A肯定是对的 选项B 被指定单位 未被纳入盘点的存货 我应当直接 做替代程序 No 那未被纳入盘点 我要分析原因 对不对 怎么会说 直接就做 替代程序的功能呢 分析它的原因呢 不能直接做替代程序啊 那可能是分析原因 未被纳入的 可能所有权不属于我们 就不应该纳入啊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选项B啊 在2021年要考的话 你要知道啊 好选项是一 他盘点钱 我应当观察 对的 选项第一 不存在 受托 带存 存货的情况下 我也应当观察 你观察 但没什么问题 好 我们看第四题 抽盘 所以我们从单选 读学 你训练的时候 大家还需要咬文脚子 存货结盘的一般程序 是四个 四个来分2加2 第一 第一个2呢 有1和2 1是 存货的盘点的正确和指令 我要评价 2是我观察 3呢 我检查 4呢 执行抽盘 所以存货监盘当中 说抽盘 或存货的抽盘 大家都知道 是存货的 四个一般成语的第四个 就是这个知识点是什么 我们要搞清楚 那么他就会在讨论 这个ABCD的问题 我们知道大的背景 问正确的有 比如说选项A 存货监盘时 抽盘不可省 抽盘是四个成员的一个 那么选项A肯定是对的 好 请看选项B 重货 左手有盘点记录 它的盘点就是要 作为盘点记录 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盘点记录 复印件拿着 从盘点记录到实物 从实物到盘点记录 做双向的确认 盘点记录有实物有OK 盘点记录有实物没有 这个盘点记录就多记了 多记了叫不准确 所以选项B是对的 如果这个话改一下 我们从重货的实物追到盘点记录 来确认重货盘点记录的准确性 错了 错了 从盘点记录到实物 是看盘点记录准不准确 如果从实物追到盘点记录 主要是看盘点记录的完整性 所以目前呢 A和B都是对的 不是停留在这句话本称 而要举一反三 好 比如说盘点记录与实物有差异 我应当提醒它更正 只要有差异 前面老师在单选里跟你讲了 看了这个差异 就要想到我要查原因 第三呢 我要不要扩大抽盘的范围 第四呢 我可能要这个盘点小组 或某一类的成果重新盘点 第五呢 查出的问题 请它更正 它就是这几个点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发现差异提醒了 更正这肯定错了 你都没查原因 还有你是执行抽盘 那你的范围够不够 然后呢 你还要就看 这个 你已经测试到有差异的 这个要不要重新搞 前面呢 我不认可 重新盘点 我重新前盘 然后有抽报 当然要更正 好 这个选项谁说了 制作快递者尽量将难以盘点 和影片较大的成果纳入盘点 是的 这是存货盘点范围要考虑的因素 好 各位同学 如果存货抽盘有差异 第一个就是找原因 第二个呢 要分析有没有潜在的抽报 然后要不要扩大 甚至要不要重新盘点 最后一个 有抽报当然要更正 好 第五个题 多选题 这内背着你单位委托其他单位保管的存货 这个就相当于存货 存放在第三方 委托被托其他单位保管 那么相当于存货放在第三方 他说下列程序中正确的有 键盘 这个肯定没问题 是不是 好 还有呢 寒证 是的 还有呢 我获取受托代管存货的书面确认寒 是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选项C 这肯定不对 我程序没做到位 不能直接是审理范围受到限制 对审理报告意见内心的影响 好 存货 委托第三方保管控制 或者由第三方保管控制 我要做的程序是什么呢 寒证 然后检查 还有其他 接着我们来看简答题和综合题 那简答题呢 我们给大家训练啊 训练 四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大家注意啊 就是右手 ABC事务所审计假公司 与存货审计相关的内容 不见得是捐盘 存货周围财务报表的这个项目 与他审计相关的内容 有12345 然后我们在简答题当中 最常规的就是先来判断 YES和NO 是否恰当 如果恰当 就不说理由 如果不恰当 就说理由 如果恰当 你就写两个字就够了 好 那么第一个思想 我们一个一个的看 我审计多加 大家注意 那么多加呢 就是说 哎呀 不要说审计一家公司的存货 怎么碰到那么多问题啊 故事就不太好 BN 那如果说我审计多加呢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是假公司 第二个是乙公司 第三个是丙 第四个是丁 第五个是物 所以每一个呢 都是单独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思考 这个题目的时候 不因为 这个被审计单位 是哪一家公司困扰 对 好的 通过获取并检查 通过获取并检查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看到 键盘 再说 他也没受到不可预见影响 他也不是说 存货键盘不可行 你没有键盘 那肯定是不恰当 所以大家注意了 重要的存货 我要键盘 只有键盘 才能够证明 你期末的存货 是不是存在的 所以 像这样的简答题呢 大家的眼睛扫描 不管你是什么存货 是重大的 重要的 你就得键盘 你只有键盘 才能够证明 你账面的存货 是不是存在的 所以不恰当 理由是什么 重要的就是键盘 这个不恰当 你答对了 你你用五分 那么这个存货 对甲公司是重要的 不管它什么理由 重要的 我就应当键盘 好 这是第一个思想 一个一个的做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也是一个一个的做 不要把一二三六五 全部看完 再就打题 接着来看第二个 我审计一公司 我右手审计 左手一公司 被审计单位的存货 存在多个地点 这也是一个考点 那我怎么办 我就要得到一个清单 我要求被审计单位 提供给我 或者我从被审计单位 获取存货存放地 这个地点的清单 然后呢 我要确认这个清单 是完整的 再呢 从这个完整当中 去选取 一部分 来抽盘 所以他说我获取了 然后我就根据 不同的地点 根据他的重要性 和风险的高低 去选取 不对 这个清单完不完整 他没有 这也是 无论是单选 多选 简单 综合 都是要考的 这个肯定错了 我要去确认 他的清单是完整的 对 我要实施程序 而且程序 在前面的选择题上 我们要实施 三加二的程序 内部有三个 外部有两个 好 再来看第三个事项 丙公司 丙公司情况有点特殊 怎么特殊呢 我们审计他 1月1号到 12月31号 2020年的 但是我承接的是 2021年的1月 比如说1月3号承接 那意味着 这个12月31号 被审计单位的 存货盐盘 他搞错了吗 盘点 那么意味着 1月1号的 我肯定 1月1号的存货的盘点 我肯定没错 这个 看他怎么问 看他怎么问 他现在这个问题 他问的是什么呢 12月31号 他一定盘点了 我们承接的时候 是1月3号 所以呢 大家注意 你首次承接 你对存货都不盘点 他没有采用监盘 他又 你又看到了一个检查 各位同学 他通过检查来确定存货的数量 这个就是自杀的方式 这个CPA想自杀了 存货监盘是公正的程序 如果重要的存货 不管是什么理由 你不去监盘 那你就有 你就有重大过失 是重要的存货 你就得监盘 他没有监盘 有重大的过失 他就硬伤 他就自杀 他的这个自杀是打引号 肯定不对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重要的存货 我就得监盘 然后 我1月3号 1月5号 我去监盘 那我倒推 到12月31号 所以各位同学 123 在2021年 这些还是会重复考的 好的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个思想 就是说 注册关系师发现 所有权不属于丁公司的存货 那么这个所有权不属于丁公司 他没有具体描述 丁公司怎么做呢 所有权不属于丁公司的 我们在存货 他在盘点 我们在监盘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是可能会碰到的 那丁公司对所有权不属于他的存货呢 他有规格数量 确定了单独 我们确定他单独存放标明 也未纳入盘点 注册关系认可了 丁公司期末的存货的数量 就是说所有权不属于他的存货 这个之外 其他的他是认可的 所以这个内容是 也是我们在单选都选里 都可能考的 是对的 就是说纳入存货的 存货的盘点的范围 所有权不属于我们的 被審理单位怎么做 我们注册关系师 怎么来确认这个问题 好下面来看第五个 A注册关系师发现 物公司产成品 不符合监管要求 然后呢 被监管部门乐力 下架造回 那么这个产品呢 不再对外销售 所以他说就不需要对他盘点 大家注意这是两回事 造回盘点是两回事 造回的存货应当纳入盘点 好这个问题 造回的存货 哪怕他不值钱呢 值不值钱 那么存货不是看他的价值 存货监盘 存货监盘 这个程序 是看这个存货的 你账面记的存货的存在 所以只要是 哪怕他全额的 记题了存货 叠加准备 哪怕这个存货的 将要销毁 但是在销毁前 那么我们说 仍然要去看他在不在 这是两码事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类似的题目 类似的 我们要训练 有四个题目 接着来看第二个题目 我审计假公司等 多家上市公司 12345 然后先判断是否 然后不恰当说理由 好 存货监盘 存货审计 基本的这个 审计的题目的背景 思路我们有了解了 好 先来看假公司 大家看 我审计的是2020年 他在2020年11月1号 新陈节 新陈节 11月1号已经陈节 那就参与了他的盘点 他盘点我们就可以参与 他就说我 键盘的期末存货 我检查了 他的盘点 我追溯分析了 1月1号的 这个 就是要跨章节了 重货的键盘 加上 17.4 首次陈节 对起初 有起初1月1号的 存货的成绩 那么这个呢 肯定不对 我们 为什么叫肯定不对呢 刚才讲了 是跨章节的 我对1月1号的 我怎么做呢 我1月1号要尖盘 11月1号 我去 陈节的时候 我就要去 尖盘 第二呢 我还要对 这个 中间 就是从这一年的 1月1号到 11月1号的 对他的存货 增填变动 计价 要进行做程序 他的入库出库 然后用毛利和存货截止来 进行程序 这个内容是17.4的 切除存货的 最佳程序 这个是要备的 单选 多选 都可以考 第二个事项 我 审计是多家公司 以公司 产成品 主要 产成品和原产量是不同的 出口 好 那么 这个产成品出口 为出口欧洲多国设计和生产量 那么他的销售收入呢 占这个公司的10% 占10%就表明是重大的 由于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他的东西呢 在欧洲各国嘛 无法去键盘 那么他就认为了 存货键盘 我前往去键盘 受到疫情的影响是不可行的 所以他就没有键盘 他就检查 大家看到了吗 你要证明存货的存不存在 你采用的检查 出口了吗 出口了 然后键盘了吗 诶 有啊 远程键盘 认可了他的数量和状况 那么希望大家注意啊 这个事项在2021年还可能出现 那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真的去不了欧洲 因为飞机都停飞了 这个国家都封国了 别说是封城 封国了 好 那么除了检查他的这个增减变动的情况以外呢 同个远程键盘 可以 恰当 好 恰当 第三 哎呀 我对那个饼公司 他盘点日前 这个存货啊 没有停止移动 所以我就确定 之前入库的 之后出库的 哎 已确认但尚未出库的 已确认销售 那这个不行 已确认销售的不能纳入盘点 范围 所以不恰当 这个饼公司纳入盘点的存货 不应包括销售展成 或者是销售展成的 这个存货不应而纳入盘点 好 第四个事项 丁 大家注意丁的这个品种数量较少 我在他盘点啊 然后呢 我对他来全部检查 我把存货接盘作为实行程序啊 这个是LICE 对的 恰当 这是我们教材当中说到了 对存货 监盘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考虑 第五种 被审计单位存货存放在多个地点 那么大家注意存放在多个地点 我要去获取到存货存放地点的清单 然后呢 确定它的完整 然后从中再去选高风险 高金额 高判断的来检盘 所以他这个清单之后 他没有确定它完整 所以不巧当 那么我要确定这个清单是完整的 再在这个基础之上 根据存货的重要性 风险 重要性就是高金额 风险就是高 高风险 还有呢 高判断 我就选 他的键盘 其实啊 各位同学 像这个 这句话啊 我应当检查 他的清单的完整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来选择 选取 像这句话呀 在2021年啊 无论是单选 多选 简单都会考的 没过时 存货键盘就是应该这么做 好 以此类推 我们来看第三题 我审计多加 存货审计有关 我们扫描 12345 然后判断 是否 如果不恰当 说理由 先来看第一个 被审计单位 存货品种单一 数量较少 金额比较大 那么我把 存货键盘 紧 去检查 我全部检查 我全部检查 因为存货的 键盘的程序是 四个程序 前面老师跟你讲了 两个 控制测试 两个是执行程序 控制测试的第一个 评价他的 评价左手管理层的 盘点的计划和指令 第二个是观察 第三个是检查 第四个是执行抽盘 所以这个事项 每年也会考 恰当的 恰当的 所以大家说 哪一个恰当 哪一个不恰当 我们也搞得很清楚 好 第二个是想盘点 日前后 有移动 移动 那么大家注意 已经销售了的 不应该包括盘点 所以不恰当 不恰当 第三个 产成品 你看发现 这个产成品 属于 受托代销 也就是所有权 不是我们的 我们单独摆放 并富有标识 我未将它 纳入了盘点 对不对 对极了 是对的 第四个 存货监盘 我在盘点现场 评价了它的什么 我认为其设计是有效的 这个就是观察没做 对吧 我在盘点现场评价了 它没有观察 所以我们有四个程序 四个程序 2加2 2呢 第一个2是两个控制测试 第二个2呢 就是3 4 3呢 就检查40抽盘 1是评价 2是观察 它这个观察没有做 所以不恰当 好 我们眼睛 一下子也看得出来 它有评价 你看 它有评价 它有检查 它有抽盘 但是还有观察 它这个第三个 观察 第二个程序没做 好 第五个实项 它管理人未将 以前年度全额计题的 纳入盘点 这一看就错了 重货监盘是看到在不在 全额计题的 是看它值不值 即使是它没有价值 不值钱 那我也要 尖盘 哪怕我这个产品 说到监管部门的监管 照回来了 我后面全部要销毁 但是在12月31日 我还是要去尖盘 好 最后一个简单题 大道理大家已经懂了 重货审计 12345 是否如果不恰当 说理由 第一个 贾公司存货存放在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那不就是多个地点吗 那就是 贝斯尼单位的存货存放 在多个地点 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得到一个 存货存放地点的清单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看上是不是完整 第三件事情 就是根据 不同地点 我要考虑到重要性和风险 选取 选取 恰当的来 键盘 现在第一个实项 是OK的 恰当 恰当的 但是大家注意啊 在考场上 这个最痛苦的在哪里 比如说第四题的 第一个实项是恰当的 你如果写恰当 答案也是恰当的 你这一分就拿到了 人因为是恰当的 你说不恰当 然后说一堆理由 这个分数就没了 所以现在出题专家 出题的时候 他也在很让你难受 你真的搞懂 你才敢判断 好 第二个 这个已公司采用 连续编号的 盘点标签 记录盘点结果 盘点标签 并逐项录入到 盘点结果汇总表 那么注册快递是怎么做呢 他就从这个 抽取样本 抽盘的样本的数量 与盘点标签 核对 这个应该跟盘点 记录核对 大家注意啊 学语文啊 学语文 有没有标签呢 有 标签是跟那个 实物 在一起的 跟这个实物是在一起的 标签是 便于我们去统计 去统计的 所以我们要 去监盘的东西 就是盘点 是左手盘点丸的 盘点记录 盘点记录表 或者是盘点记录 汇总表 然后我拿着盘点 记录汇总表 我们就看 存货的实物 这两者之间 做双向的 核对 不是跟那个 盘点标签 所以 这个是错的 是跟盘点 结果汇总表 是不是 是的 好 第三 这个存货 在图 1月2号验收 管理层呢 1月3号盘点 将这个 纳入了盘点 因为它是在图 年末持有的在图 也就是这个 这个在图的 就证明是你购买的 外购的 那么在这个 监盘的记录上 我检查了这个存货 验收入货的单据 它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它入库 是1月2号 虽然你盘点 是1月3号 但是这个存货 实际上是我 12月31号 报表日 我拥有的 所以它是恰当的 是恰当的 这个大家也要 把它做一个例子 第四 这个 丙公司的 开存货 是包装箱 对外发运的 那就是特殊存货的 键盘 那么我们有一个话 叫打开 打开 它没打开 我们说 开箱检查 对的 好 第五个 存货 键盘结束时 我要再次回到现场 观察 然后呢 把它所有的 盘点表单 包括 以前用的 未停用的 作废的 全部顺号 然后呢 还要看连续 它的号码 连不连续 以确认 这个存货 存货盘结束时 存货有没有漏盘 或重复盘点的 所以它说 除了作废的以外 除了 作废的也包括 好 那么现在第五个题呢 就不是存货 键盘了 它是在 键盘过程当中 核对数量 它发现有差异 而且这个差异 来源于哪里呢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 那么键盘的数量呢 是右手 账面的呢 这个财务部门呢 是账面的 窗口部门的呢 是食物 这个是账 这个是食 那么现在 这个资料摆在这里 我们还要看 这两种是产成品 这两种是原材料 原材料是购买的 没用的 没耗用的 产成品是加工完了 没销售的 所以你就把它分成两 那就是去看 比如说A产品 产成品是对外销售的 财务部门呢 35 实际只有30 我们键盘只有30 那你账面为什么有35呢 你产成品是销售的 就说明你实际上 有5件已经销售了 你账面没有反应 所以这个问题呢 大家一定要学会看表 产成品是为了销售的 比如说第二个产成品 财务是27件 就是比产品 是等待销售的 还有27件 账面上 实际上是25件 它的窗户 可是我键盘的时候 有27件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键盘的时候 有27件 那么它这个可能 记错了 它窗户里面 记的时候可能有错误 好 C和D是原材料 原材料是购买的 购买了以后是准备耗用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原材料购买肯定没问题 就是说原材料是领用 而产成品是销售 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了 那么领用 我现在没有领用的 有 账面有1600公斤 这个窗户的食物 有1600公斤 但是我们看到了 我们这个右手 我们右手的是CPA的 键盘的是1700公斤 我确认的是1700 那你账面怎么是1600呢 就说你在领用的时候 是多领用了吗 多领用了吗 对不对 好 第四个 你账面是1200 实际是1200 这个少了 你怎么少了呢 就是领用的 是不是没做账呢 对吧 就是说右手的 肯定就是OK的 要错也就是这个 这个 basically单位的错误 所以呢 我们知道 产成品存货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A和B 在这里 原材料存货 它在这里 原材料是CD 这个原材料是被领用的 产成品存货呢 是被销售了的 对吧 最终是销售 没有销售的就是产成品 没有你用的就是原材料 好 那么大家把这个答案呢 对着看一下 好吗 对着看一下 好 那么在我们专业阶段呢 我们还有综合体 综合体大的背景 就是一个背景 ABC事务所审计 上市公司 假公司 比如说 审计2020年的财报 我们在这个综合体当中 有第九章 第十章 十一章 九十十一 这个三大业务循环 然后资料一 非财务信息 资料二 财务数据 资料一 结合资料二 然后呢 根据资料一 结合资料二 指出资料一的事项 是否表明存在 这个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它是一致的 如果存在 你就说理由 你还要指出哪里 也就是填表 是不是 是否 理由 就是为什么 然后呢 什么毛病 what 所以我们综合体呢 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看 在生产与存货 这个业务循环当中 我们的综合体里面 资料一结合资料二 一般是六个 销售 采购 和存货 都可能设计 那我们这里呢 是给一种训练啊 那我们看看 我们省计的是 2020年的财报 2020年九月份 甲公司推出了 新能源二代车型 这个不是官二代啊 这个不是富二代啊 二代 那么这个新的能源呢 二代车型的新产品呢 非常热销 而且呢 自这个2020年末起 以成本价 清理 这个新能源的一代车 旧的清理 好 那我们看看 新能源车的一代二代 一代车 二代车存货 二代车 是吧 一代车 一代车 你还有两个亿没卖完 然后呢 你的存货叠价准备啊 你这个 其实这个题 你看就说 这个地方少了 好吗 少了 那么我们说 存不存在 存在 为什么呢 你一代车价格下调 到成本价 然后呢 你的这个计题呢 跟上年一笔 是一致的 你应该比上一年 计题的比例要高 所以你少提了 结调准备 少提了 结调准备呢 这个存货呢 写认定 就是准确性 等号计较和分摊 那这个错报呢 是主要矛盾 一个错报 连同另一个错报 资产减值损失 就是完整性 好 这种题目是训练 好 第二个 按照新的危机排放检测 因为涉及到生产业存货 涉及到产成品嘛 从5月份起 停止生产A车型 并降价小库存 那我们就看A车型 A车型 它有收入 有成本 我们看A车型 它是亏省的 它的毛利是负数的 A车型呢 它有库存 一千万 但是它具体的 叠价准备呢 跟它没有 它这个比率是不够的 所以呢 这个题目就是 800扫提了 200扫提了 不是别的 是这个问题 对 那我们说 A车型 你停止生产 降价小库存 所以你的 叠价准备应该提多少呢 你的叠价准备 应该提250 你只提了200 所以你少计了 少计了 存货 叠价准备 存货 写的认定是准夹性 凳号 计价和分担 这个错报 连同另一个 资产潜出损失 对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事项 2020年12月份 贾公司造回了 它的某一个产品 某一个产品 但是它没有带来 营业外的支出 那我们看看 被造回的有多少呢 被造回的有 被造回的有 两千万 这个两千万呢 肯定发生了支出 所以我们说 它没有 对应它的支出 是不是 这个两千万呢 造回的肯定要叠价 你造回的要进行处理 所以你少提了 你没有提 叠价准备 好 那么生产与存货 这一张单选题 多选题 简答题 都有难度 综合题 在整个综合题当中 生产与存货 这一张 涉及的内容不难 它就是存货 叠价准备 少提了 对的 好 希望呢 大家把本章的 这个单选都选 简答综合 下载讲义 然后呢 文故 做各章各节的训练 是的 好 那么第十一章的 习题一般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